欢迎来到我们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首先是马尔代夫的债务危机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汇谕调降了马尔代夫的信评 警告其外债违约风险不断加剧 接着我们关注到俄乌战争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指责中国在战争中并非中立 并向俄罗斯提供技术支持 称这是一个重大错误 最后我们带您了解 也门胡塞武装首次使用自主生产的高超音速导弹袭击货轮的事件 展示了其在军事技术上的新突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周网报道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汇谕 Fitch周三调降南亚群岛国马尔代夫的信评 并示警这个观光天堂国家 向外国借贷的债务正步步迈向违约 国际货币基金IMF六周前才警告 马尔代夫恐怕会爆发债务困境 汇谕将马尔代夫的信评调降 一级至CCC 反映其外汇存底持续萎缩带来的风险 马尔代夫总统穆依族去年上台后 将国家注意力从印度转向中国 依赖中国资金进行大规模建设 马尔代夫的外债在去年达到40.38亿美元 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毛额的约118% 截至去年6月 25.2%的马尔代夫外债是 击欠中国进出口银行 显示出其严重的财务压力 星周网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周三表示 中国通过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 来支持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是一个重大错误 而中国实际上在俄乌战事中并非中立 伯恩斯在上海发表演讲时指出 中国表面上宣称中立 却站在俄罗斯那一边提供一系列技术 增加俄国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 国防产业基础 这与中方常年对主权与领土完整性的坚持 直接相抵触 中方一直表示致力劝和促谈 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 坚决反对美方散布虚假信息 伯恩斯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 发表上述言论 中方没有立即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 有关言论不符合事实 偏离了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星州网报道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6日发表声明称 胡塞武装首次使用自主生产的高超音速导弹 在阿拉伯海对地中海沙拉5号货轮进行了打击 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被称为哈德姆2号的导弹发射过程 红海和亚丁湾联合海事信息中心24日发布报告说 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地中海沙拉5号货轮在阿拉伯海遭到导弹袭击 但导弹未击中目标 没有人员伤亡和船体受伤报告 今年3月初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曾表示 胡塞武装已有能力制造高超音速导弹 今年1月12日以来 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造成人员伤亡 胡塞武装表示将扩大打击范围 在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打击层 和以色列方面有交易的公司船只 星洲网报道 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 Rimpact即将在夏威夷岛屿及其周边地区展开 吸引了29个国家的参与 这次军演的规模比2022年更大 汇集了40艘舰艇、3艘潜艇、14个国家的陆军部队 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官兵 演习的重点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万吨重的目标舰艇 旨在展示对抗中国巨型两栖攻击舰的能力 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指出 这次演习向中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即美方有能力快速击沉中国的075型两栖攻击舰 尽管台湾多次表达参与演习的意愿 但本届军演仍未包括台湾 演习将从6月27日开始 持续至8月1日 主题为伙伴整合与准备 星州网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 结果驳回了一项限制拜登政府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打击有争议内容的禁令 这一裁决被视为拜登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年中的一大胜利 允许政府继续向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通报 被认为虚假或仇恨的内容 法官巴雷特指出 原告未能证明自己受到了直接伤害 因此没有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保守派倡导者对此表示失望 认为政府在打击错误信息的幌子下 审查又轻内容 共和党议员乔丹表示 尽管不同意法院的决定 但调查显示有必要进行立法改革 以更好地保护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 星州网报道 香港机场将于下周二7月2日 开始实行新智能安检系统 乘客及手提行李安检将大幅提升 无需将液体及电子产品取出 扫描时间缩减至10秒 新系统由中国安检设备公司同方威视承办 预计手提行李处理量可提升两成 目标两年内全面更换并使用新系统 新系统包括电脑断层X光机 可呈现三维影像分析 人员可360度分析行李内结构 加快安检速度 此外 新系统还将新增人体全身扫描器 取代人手金属探测 提升安检效率 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兆聪表示 新系统图像更清晰 人员更有信心决定 需否打开行李提升效率 香港将成为全球首个全面 使用智能安检系统的机场 新周网报道称 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 麦德林的公共交通系统 发生严重缆车事故 导致一人死亡 至少20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缆车公交 K号线的一节车厢 在进入车站前突然停止运行 随后另一节车厢与其相撞 并脱离所到坠落 麦德林市灾害风险管理局 迅速派遣消防 和卫生部门进行救援 并疏散了约200名被困乘客 麦德林地铁公司经理 埃莱哈尔德表示 这是自2004年缆车公交系统 启用以来首次发生此类事故 目前正在联合多方面 彻查事故原因 星周网报道 缅甸在国际禁毒日当天 与仰光、曼德勒和善邦等地 销毁了大量毒品和抑制毒化学物品 缅甸毒品泛滥管控中央委员会 组织了这次行动 共销毁了1.36吨鸦片 2.17吨海洛因和23.39吨冰毒等 总计77种毒品和抑制毒化学物品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 新闻信息小组表示 共有3000余人 参加了此次销毁活动 旨在展示缅甸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和行动力度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政府近日公布了 惩治台毒顽固分子的新规定 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弹 议员们认为北京此举是在煽动不稳定 破坏两岸现状 新规定明确了对台毒分子的行则 包括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美国议员贝拉和吉梅内斯批评这项新规越界 并表示支持台湾保持现状的立场 台湾总统赖清德回应称 中国无权制裁台湾人民 并呼吁北京与台湾进行对话 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敦促中国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国台办则回应称 这项规定不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旨在制止台独分裂行径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英国选前最后电视辩论在伦敦激烈上演 首相苏纳克与工党党魁斯塔默 就各自政党的公信力展开猛烈交锋 苏纳克火力全开 指责斯塔默未能直接回应移民 税收与女权问题 敦促选民不要屈服于工党 而斯塔默则反击称苏纳克过于富有 无法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 线上民调显示 两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平分秋色 在移民问题上 斯塔默批评苏纳克试图将移民送回原籍国 苏纳克则反驳这是无稽之谈 称许多移民来自伊朗 叙利亚与阿富汗 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的信任度仍存在疑虑 尤其是在面对生活成本危机和通货膨胀飙升的情况下 谁能更好地领导英国成为焦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 强调要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并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习近平表示 中国始终是越南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迈向现代化 他指出 双方应利用两党友好交往和红色资源 夯实中越友好民意基础 加快推进海上共同开发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范明正则表示 越南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将深化越中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 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同日 中国外长王毅会见越南外长裴青山 表示中越志同道合命运与共 愿深化战略互信和推进互利合作 美国纽约法院周三裁定 宏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 因贩毒至美国的罪名 被判处45年徒刑 法官卡斯特指出 埃尔南德斯利用其政治权利为毒贩提供警力及军事支持 帮助运送400吨毒品至美国 市价高达100亿美元 他还需缴纳800万美元罚款 尽管未被判终生监禁 但现年55岁的埃尔南德斯可能会死于狱中 埃尔南德斯被控早在2004年 便开始协助将可卡因经洪都拉斯走私到美国 这些毒品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政权交接后 他于2022年4月被引渡至美国受审 庭外的反对示威者挥舞标语牌 谴责他的罪行 香港电台报道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 在回应中飞船只于南海人爱礁发生碰撞事件时表示 虽然这次事件并非针对飞方海员及船只的武装攻击 但马尼拉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而不仅仅是抗议中国的行为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亚尔德斯表示 非方希望自行向驻守仁爱礁的士兵提供补给 并未请求美国协助 同时寻求与中国官员会面 以缓和紧张局势 中飞船只在仁爱礁海域的碰撞事件中 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人员挥舞武器 并击打飞方冲气艇 导致一名非海军士兵失去一只手指 中国海警则没收或销毁了飞方的装备 中方对此指责飞方颠倒黑白 称其行动并非人道物资不给 而是中方依法采取的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主权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爱奥瓦州西德梅因的一只 年仅三岁的大单犬凯文 凯文刚获得建立式世界纪录 认证为全球最高的狗 但不幸的是 他在获认证后不久突然生病 手术后不治离世 凯文的高度为0.97米 三尺二舵 站起来能超过两米约七尺 凯文的主人沃尔夫 Tracy Wolfe表示 全家人都为凯文感到悲痛 称他是最好的巨人男孩 并希望大型犬种能活得更久一些 凯文的名字源自电影 宝贝至多星的八岁主角 而他在一岁时 就已经是见过的最高的狗之一 大单犬的寿命平均为八至十岁 较小型犬种短命 迄今最高狗记录保持者宙斯 Sus则于2014年离世 终年五岁 高度为1.18米三尺八舵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 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 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 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 及宗教少数群体 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报告发布会上提到维吾尔活动人士 如先阿巴斯的妹妹 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情况 报告援引宗教团体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信息 指中国政府限制宗教信徒活动和自由 认为这些活动威胁国家 获党的利益 违反宗教团体管理法的人 会遭遇逮捕 酷刑等迫害 报告称 2023年全能神教会有12463名成员被捕 两人被迫害致死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 语称报告中的指控为不实之词 并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报告还提到全球反犹太主义 和仇视伊斯兰教的行为急剧上升 并指出美国国内仇恨犯罪的增加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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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